被控受贿3200万中国网络沙皇卢伟受审 图 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 落马将近一年后十九大后守虎 中共中宣部原副部长卢伟受审 被网民称为网络沙皇 的卢伟曾被皆参与高官人乃艳 据陆媒报道10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宣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卢伟受贿一案 浙江省宁波检方指控2002年至2017年卢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 涉案金额达到人民币3200万余元 在庭审中卢伟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将则期宣判 2017年11月21日卢伟落马 2018年2月中纪委宣布卢伟被双开 在双开通报中中纪委罕见的痛批卢伟 极端不忠诚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工具私用不择手段 为个人造势 作风粗暴 专横跋扈 肆意妄为 贸易中央 以权谋色 毫无廉耻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社会犯罪等因此外戒衬 卢伟是被中央定性用词最狠的大老虎 7月30日卢伟涉嫌社会 一案由浙江监察委调查终结 并移送宁波检察院审查起诉 外界 留意到卢伟如今只剩下了受贿 罪名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 政治圈 7月30日报导 卢伟敛台至少16年检方 指控卢伟社会的第一个岗位 是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 而他担任这个职务 是在2001年12月如果指控成立 那这位19大后的守虎 也算是一路敛财 一路升官 了值得注意的是 孙政才被提起公诉 是落马 是被控的诸多罪状 只剩下了一个受贿罪 而无尾的定罪模式 可谓跟孙政才如出一辙 今年5月8日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 涉嫌受贿案 一审宣判 孙已贪污金额 高达1.7亿人民币 被处以无期徒刑 孙当庭任罪扶判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8岁的卢伟 自1994年 升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后 试图顺畅 一路高升 2001年 卢伟调入北京任新华社副秘书长 兼任总经理事总经理 2004年 成为新华社副社长 2011年 卢伟调入北京市政府 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副市长 2013年卢伟 成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开始主宰中国的互联网 在他掌控网信办期间 对互联网的封锁和控制极言 方兼更盛传他是2013年轰动一时的高官 任乃燕 其中一名主角 2017年6月 卢伟被免续中共网信办主任 后 有新华社内部人士曾透露 卢伟去直视为失事 他有很多负面事件缠身 包括当年被只参加企业招待的人乃燕 互联网大会造 以及他在新 华社负责经营 时涉嫌贪腐等 曾长期在江派前常委刘云山等 所主导的文宣领域工作 据接近网信办的消息人士 披露卢伟真正的后台是刘云山